中缅国际通道大瑞铁路大理智宝山段7月19日开展试程体验 预示着这条铁路将于近日开通运营 当天中心设计者跟随试程动车穿越这条具有高地热 高地硬力高地震烈度等特点 目前中国监县山区地形地质条件最为复杂的铁路 从车窗向外看 云南西部山川秀美 河谷迂回 中国最长 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象山系群体横断山脉 恰好穿过这片区域 千百年来 横断山脉形成天然地理屏障 隔断东西间交通往来 为了打破山川阻隔 建设者历经14年艰苦奋战 在全长约133公里的大瑞铁路大宝段 共新建桥梁34座 隧道21座 占线路全长86.6% 这里面有个在国内都比较罕见的 我们133公里里面有103公里是隧道 所以这条线的蓝点也就是隧道 所以我们这里都细称它为山区的地铁 我们这边地处在滇西地区 所以这一段是在我们横断山脉的末端 这一段的地质情况很困难 像什么秃离涌水啊 软岩大便行啊 或者是那个高地温啊 高地热啊 这些情况是平凡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隧道的推进 就在遇到一个困难 克服一个困难 然后接着去迎接下一个困难 大瑞铁路作为中面国际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采取大理至宝山和宝山之锐利分段建设模式 大宝段东起云南大理市 西至宝山市 开通后将彻底结束宝山不同火车的历史 更好地助理滇西边境山区高质量发展 促进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 届时 大理到宝山可实现1.5小时左右到达 昆明到宝山最快可实现3.5小时左右到达 以前我乘坐 回家乘坐的方式都是乘坐大巴车 几乎要花费一天的时间 再加上我去到宝山之后还要来回转车嘛 从宝山坐车到我的家乡鹿江坝的话 还要用一个小时几乎 就要花费一天的时间 但是现在动车开到了宝山 我可以直接从昆明坐车到宝山的话 就几乎3个半小时再转车从宝山到 我的家乡鹿江坝的话 然后几乎总共加起来的话 不超过5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 我每天工作在通往家乡的列车上 我感觉非常荣幸 因为我可以为我的家乡人民 提供更好的服务 即将开通的大瑞铁路大宝段 将使滇西 滇西南地区交通网络 进一步得到完善 区位优势得到释放 届时 通过公铁 海铁连运 打通中国与缅甸等东南亚 南亚国家间的物流行通道 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